复兴航空宣布 要成立第一家国内的廉价航空 预定在明年底 非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航线 而华航也正在积极筹备廉价航空公司 下个月将会对外来宣布细节 董事长总经理特别穿着牛仔裤登场 象征复兴航空要以轻松活泼的形象 成立国内第一家廉价航空 目前占定由复兴出资20到30亿元 不排除引进国内外资金 公司名称将开放民众命名 预计明年底开始营运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客树这类的事情 找不到人只能上网站连电话打不通这类的 或是沟通不良又用外语系 所以我们的想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为我们台湾 所量身定造的一家航空公司 复兴航空表示新公司的营运初期 将有三架全新的A320及A321空中巴士 很可能飞航日本韩国或是东南亚 这些开放天空的航点 而除了复兴航空 看好连架航空市场的还有华航 因为连航也是一个航空发展 把那个服务光谱扩大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华航当然就认真研究 事实上我们也研究了很久 那有各种可能性 华航表示目前正在研究跟国外业者合作 或是自行成立子公司 预计12月会对外公布 最快同样也是明年可以提供服务 至于另一家国际航空长荣 则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成立廉价航空 记者林中午郭俊宁台北报道 酒后驾车撞死送报生的英国籍商人林克颖 潜逃出境一年多 法务部寻求英国方面的协助 而上个月逮捕到了林克颖 并成功积押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渴望引渡回台 接受法律的制裁 涉嫌酒驾撞死送报生 的殷商林克颖在去年发监前 梦用友人的护照潜逃出境 法务部和英国透过司法互助合作 今年10月中旬 林克颖终于被英国警方逮捕 甚至遭到苏格兰爱丁堡法院裁定积押 21号将召开积押听审庭 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引渡回来 那如果不能引渡回来的话呢 那可能还要看看英国的法治 对外国我国的判决的这个认定度 等等能不能执行这一点 为了将林克颖引渡回台 法务部已经和英国签署引渡林克颖的备忘录 并正式向英国提出请求 林克颖在2010年酒驾撞死人 被异公共危险和过失致死罪 判刑四年定验 却在去年8月入狱前逃逸 之后还透过友人跨海发出声明 向台湾司法单位谈条件 如今漏网 被害人家属希望政府尽快将他审之于法 说刑事责任 林克颖还必须赔偿被害人家属755万 台湾和英国首度司法互助合作 法部希望英国能够承认台湾的司法判决 英国法院也不要轻易让林克颖交保 并且尽快通过引渡的审查 将他弃补回台 还给被害人公道 就在您之间谈不倒 商业周刊公布他们针对市面上乳品的调查 结果发现国内三大品牌 包括了统一、味泉以及光泉的乳品 都被验出含有动物禁药 农委会今天将会派员到这三大厂来进行抽烟 不少人每天都有喝牛奶习惯 认为可以补充钙质又健康 不过商业周刊委托学者做的最新研究却发现 市售九款鲜乳及调味乳含有动物禁药残留 甚至还有抗生素、避孕药及塑化剂 占最多的是像所有都有塑化剂 所有都有鲜鱼、农药、所有都有抗生素 学者表示这次抽样乳品包括统一的锐碎高优质鲜乳 锐碎巧克力牛奶、Dr.Milker及鲜乳 以及味全的林凤云高品质鲜乳及木瓜牛乳 光泉的乳香世家高品质纯鲜乳 光泉成分无调整鲜乳、麦芽牛乳 以及台湾比非多的可可好朋友 通通都含有残留禁药 很可能是乳牛在饲养过程遭到污染 针对周刊所公布的这几个产品 我们要抽出减 除了这几个产品之外 所有的产品我们也要普遍的再去抽减 乳牛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抽验失售产品跟生乳到国家实验室 依据我们的SOP去抽 然后验出来的结果我们再来判定 农委会表示将派员到三大厂商查核 并进行抽验 检验结果会尽快对外说明 而被点名的魏权和统一则表示 所有的乳品都经过农药检验才会生产 至于商周这份报告检验的抗生素 塑化剂、镇定剂等 因为不是国内法定用药 所以没有标准方法可进行检验 记者赖水旭几峰、张国良台报道 世界展望会在今年暑假期间 举办小小摄影师营会 教导弱室儿童使用相机 而昨天11月20号是世界儿童人权日 市长会重新回到了花莲 颁奖给这些优秀的小小摄影师 戴着警察和厨师的帽子 今年分别就读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小伟和佳佳 一个拍摄独立抚养她长大的阿嬷 一个拍摄辛苦工作的妈妈的手 两个人的作品都应触动人心 分别获选第一、第二名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 这些弱势儿童的家庭不单单只有经济 或是单亲隔代抚养问题 为了让这些偏远地区的弱势儿童 也能拥有良好的自信和发展 世界展望会特别利用今年暑假 在嘉义阿里山、高雄六龟以及花莲秀林乡三地偏乡 举办小小摄影师营会 我们这孩子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到舒适小 但是透过他们的双手、透过他们的眼 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那颗心灵 能够看看他们的环境 11月20号是世界儿童人权日 展望会也特别公布了针对国内弱势儿少 所做的梦想分析统计 其中若是儿童的五种权利 目前国内最需提升的就是塑料权 将近我们所这些访问的孩子里面有12%的孩子 他们其实将梦想聚焦在他们学业期待的表现上 教育这一块 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待的部落就是乡下 那很多小孩子的教育可能就真的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 展望会表示 其他像是健康权、表义权、游戏权以及生存权 都是小朋友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不能被大人的疏忽或是恶劣环境所剥夺 记得我们再看 欢迎报道